云南丽江的雪山艺术小镇项目 曾被誉为李亚鹏高调转型 做地产商人的代表作 但最终却已烂尾收场 雪山小镇项目建于2012年 占地408亩 由中书控股和李亚鹏合作开发 小镇直面玉龙雪山位置优越 计划三年内打造成高端旅游度假小镇 规划有别墅区 书院酒店区 酒店式公寓和主题多样的商业院落 已投入资金超过35亿元 尽管知名一人身份 让这个项目吸引了大拼目光 但随后的进展却并不顺利 由于投资方和李亚鹏缺少地产开发与商业运营的经验 项目的操盘和销售情况并不理想 项目17自2014年6月开盘以来 别墅在半年内仅售出30% 商业院落仅售出十余套 由于销量惨淡 开发商无法收回资金 最终导致项目停工 2015年6月 由阳光100集团接受开发 但销量依然惨淡 销售单价也从2015年的19000元每平米 跌至2018年的9500元每平米 如今该项目已建成的区域几乎无人入住 还有数百栋别墅院落被荒废 现在 如何盘活这个雪山下的艺术小镇 还是个难题 中文字幕提供 现在我们就来到镇门了 镇门这里看 从以前投资 还搞了两头书主 那么也就象征着 这里就是一种身份 那么这边就朝 前面就是 丽江市区 丽江市区来这里 开车过来有七八公里 我们走进去看 那么现在我就来到后门了 大家看见上方那几个住没有 丽江雪山小镇 那么这个小镇两个住都没有了 目前这里连保安都没有 这里有个牌 这里有个牌 丽江雪山小镇 那么就是前面这一牌 全木杂草重生 这草跟树 树是种的 那么草就是没人管理了 项目亡了 所以说比源头还要高 很多张修一半的就停了 我估计就是烂尾了 因为你 建了这么多别墅房嘛 是吧 这个应该叫别墅房 你 卖 你没有卖掉一半的房 你租金 也就是说肥赚不过来 可能就是这样张修一半就停了吧 或者是其他原因呢 那么我们现在一探究竟 弄清楚 到底是为什么 这家房主装修的那么好 装修一半了 在几幅上就可以说 现在卖出去的话 一栋几百万几千万 我想都有原药 那为什么没放 放飞在这里呢 很多啊 我们这边走进去一栋看看 而且很多都是装修了 啊 就停掉了啊 看到没有 都是这样的 而且每栋都有这个啊 阳台 这有条修盒 都有甲山后发源的啊 看到没有 桥梅的事 嗯 这我们从这样的墙穿过去 哇 格外的冷静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桥这里来的啊 啊 这个桥 这样 这样的还很美观的啊 那么这家石头啊 板开啊 我估计也 也就是说烂尾了就停在这里哦 啊 这里有个桥 站在桥上 我们浮计一下旧尾的环境给大家看看啊 至少有几百栋 几千栋啊 我们从这边看过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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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的这样 实在是可惜啊 好了 现在我就站在这桥上了啊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一下看看啊 哇 每栋别墅啊 设计的风格也不一样啊 非常的好看 我们先看看这栋哦 看到没有 这个木啊 我们走进去看看吧 这里 好啊 都比颜头还要高 这里这样修的还很好啊 啊 里面的是 是这样 你看看 哇 全部都这样 好可惜啊 看见没有 太可惜了 我们就准备回去了 菜多了 啊 也参观不留这么多 反正没动 我看见了都想搬进去住 如果啊 穷人呢 买不起 富人呢 穷人呢 全没有来这里买 啊 尤其方会在这里 杂草重生 如果说面目全非的话 也没有喀张 因为这个草太高了 虽然 这家 修别墅啊 刚 就要没多久 但是 放飞在这里的确是 可是 最主要这家草啊 比颜头还要高啊 啊 也是 设计的风梗的无恙 因为有的已经装修好了 有的 海壳 真的是可以 领保佑住 但是 就是没有人在这里住 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已经放飞了 太可惜了 如果说送你一栋 你们要不要呢 我就是想要